发出类似山顶动人的叫声 手拿木植弓箭吓唬游客 这是中国大陆辽宁 最近爆红的一个风景去卖点 这些野人都是大公仔装扮的 没错 模仿野人蹲在地上 发出声音 工作内容就是吓唬游客 跟游客互动 还传出跟游客抢午餐 装扮成野人的工作月薪约合台币2万多 但是工作时不能说人话 要彻底变成野人 这份广告称压力大的或是精神状态不好的 想找地方发疯的都可以来报名 这份工作必须是全职 不能只做几天 每天约三次场表演 早时晚三 每周五到周末必须加班 我一直去人招马了 我们从4月份就开始招 他这个工作时间 还是从4月份到10月底 远方表示原本计划招募10人 但经过大家认可 以及演员轮班需求 最终招募了14人 而扮野人撒野成了圆区亮点 也让这十多名求职者 找到了疏压工作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下载TV 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